20%出席照護病人 同時提撥專款開放表決 以強化基層照護能力 希望能扭轉台灣 目前醫療體系嚴重適合的狀況 以挽救日益萎縮的基層醫療 那麼今天在座有很多醫學中心及區醫院的好朋友 我要利用這個機會向大家報告 我們基層醫療體系 健全完善 穩定發展 不僅和保障健保的永續經營 而且是未來台灣重要政策 居家醫療及長照護器最重要的基礎 基層醫療要好 醫院的醫師才有出路以後 只有基層醫療要好 醫院的同樣才有希望 我們今天大會的主軸 健保長照永續 全民健康長載 應該是全體一切 共和努力的目標 今天是一個重要的時刻 有許多長官及貴賓 參加今晚的社會 這個是高雄市診所協會的榮耀 也是對高雄市診所協會的鞭證 醫療事務繁雜 舉凡總額分類 健保法規 醫療政策 勞動法令 公共衛生 預防保健等 沒有一項不影響基層醫療 院所職業生態 全民健康福利 這些事務 都需要大家的積極參與 並提供某個意見 此外 日益成長的診所加速 一定要做到基層診所 生存的空間 在這樣的堅定的均勤下 我們應該化維系為轉型 總出診所多關心 多參與醫師公會 及診所協會的活動 充斥自己 以及吸收同才寶貴的經驗 並積極針對相關的法律的變動 試行調整 經營型態 努力提升自己診所的醫療服務品質 為人民健康福祉 做出最大的貢獻 為了高市診所協會 所有的團隊 所有的幹部 都將盡心盡力 以民眾健康為福祉 為前提 努力為高市基層同仁服務 爭取意見職業尊嚴 奴家有言 成吉成武 成武成吉 我們在成吉中成武 也在成武中成吉 我非常感謝過去數年來 在大陸稅職所協會 第一屆張欣雲理事長 第二屆 第三屆蘇榮鴻理事長 第四屆賴鳳鴻理事長 第五屆張榮中理事長 理事老相 讓我有學習成長 讓我有機會為所屬的團隊 服務 也同時讓我有機會 以醫師為職志 為全民健康奉獻更多的心力 各位好朋友 我在這裡要表達我的看法 我們團結減少需要 團結創造力量 相信在未來的三年 因為有大家的凝聚團結 高雄市成所協會 將會更發光發熱 未來高雄市成所協會 團隊所有的幹部 都將在高雄市醫師公園 奈衷理事長的領導之下 貢獻心力 戰盡相戰之責 為全民健康奉獻命 今天高雄醫學大學 中醫師校長 因北美公共自行 沒有辦法簽字到場 祝賀 那麼他特別請中醫師校長夫人 前來表達祝賀之意 我在這裡 中校長夫人 我在這裡 特別引用中校長長講一句話 他常常在很多場裡面 提到這句話 同行自遠 與大家互相美麗 最後我感謝高雄市成所協會 所有的團隊 和夥伴的付出 還有今天這樣的一個會員大隊 最後也祝福各位嘉賓 各位寶卷 各位長官 身體健康 平安喜樂 萬事事實如意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们现在请这个江青云理事长 然后休市的理事长 然后这个杨绣丽顾问向台一起拍照 再调整一下 现在进行大合照 杨理事长上升 张荣誉理事长上升 张荣誉理事长上升 张荣誉理事长 张荣誉理事长 张荣誉理事长